新闻大求真官方合作伙伴 新纯净 新智美 以保纯净水 为何女司机容易错把油门当刹车 左脚右脚刹车油门 开车习惯真的男女有别吗 我明明踩的是刹车 怎么就被油门了 好多人开车都容易犯这个问题 开车一慌很容易把油门当成刹车卡 空调外机支架超龄老化 安全隐患大 你们家的空调支架已经老化成这个样子了 对方物品会有脱落危险 不会这么倒霉吧 新闻大求真正在播出 妈妈 我好累啊 乖儿子 再忍受一会儿 你爸又没在家 我又不会开车 等爸爸这次出差回来 妈马上就去学车好吗 来 咱们再坚持一会儿 为了咱儿子 这次我一定要把车学会 又学车 又学车 老婆 学怎么样 快上车 快走 快呀 快呀 怎么了 我一上去就把后视镜给撞了 阿豪 别跑 别跑 以后别让我在家里看到你 我明天会陪给你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好了 这一次呢 我先跟你学 然后再去驾校 老婆 我答应了 老婆 想开车呢 首先得了解车 这是什么标志 停车请喝茶 这个 这个我知道 一起去赏月 这个懂吗 前方有分权 这个不得多 我车里有车坑 老公 你怎么啦 老公 我中了内伤 你居然一个都打不对 老公 那些标志咱们可以慢慢认 接下来进入实际操作 首先系好安全带 你的脚下面 两个爬板 右边这个是油门 左边那个是刹车 刹车 油门 对 电火 好多车 左边有车 右边有车 左边有车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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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右边 又输了 不玩了 不玩了 哎 小刀 你怎么这么小气 打转相 打转相 好 你那是雨光 你闭嘴 就是你在这儿嚷 吵死了 怎么开的车 我刚刚没看错的话 嫂子你这踩的是油门吧 妈妈 你怎么把油门错当成刹车踩了 我明明踩的是刹车 怎么就被油门了 好多人开车都容易犯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新闻的问题 经手司机而言 开车一荒很容易把油门当成刹车踩 不信啊 你们看 今年7月30日晚 浙江杭州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女司机陈某某驾车在杭州某高速 撞上车辆和人群 造成四死十三上的背景 杭州警方在官方微博发布通告 这名司机是因操作失误 将油门当刹车使用 才导致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不把油门当刹车 随便一搜 因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还真不少 这些事故啊 看起来还真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误把油门当刹车踩呢 而且啊 大部分还都是女司机 难道说女司机开车的水平 真的要差一些吗 我们来到了驾校 先做一个小调查 在长沙某驾口中心培训基地 我们邀请了10名男学员 和10名女学员 来参与实验 他们将以这个坡道作为测试地点 驾驶自动挡的教练车 在左上坡 定点停车 然后下坡 全程将有多次加油和刹车 在踩踩油门和刹车时 男人和女人会有区别吗 为了实验安全 人在副驾驶座位上 相遇一名专业教练互助刹车 以防事故发生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 马上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女司机普遍踩刹车的速度偏慢 而且每次油门刹车交替时 都要将脚跟完全抬起去踩 这是为什么呢 男性驾驶员呢 是以脚跟为主 把脚跟放在油门和刹车踏板之间 然后采用转脚尖的方式 来操作油门和刹车踏板 女士在操作油门踏板的时候 由于相对难受 她的脚和腿相对都比较小 是把脚直接放在油门踏板上 然后需要踩刹车了 她会抬腿挪脚踩刹车 从时间上男性驾驶员转脚尖操作油门和刹车踏板的时间 一般是在1到1.5秒 而女性驾驶员操作油门踏板和刹车这个转换的时间 一般呢是2到2.5秒 所以女性驾驶员从理论上讲 她刹车的时间和刹车的距离 要比男性驾驶员长 女性由于脚小 以脚跟为轴旋转踩刹车油门比较困难 由此导致了刹车反应时间长 踩弹力度不好控制 特别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会增大踩错几率 错把油门当刹车 除了脚的大小原因 生活里还有一种错误的驾驶习 也往往容易导致人驾驶员 甚至是老司机踩错油门刹车 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驾驶员 平时开惯了手动挡车 当他呢突然换成了自动挡车的时候 由于操作他还没有熟练 会用左脚去踩刹车踏板 他以为左脚在踩离合器 一旦这样操作的时候 如果油门右脚没抬起来 这个时候油门刹车同时在工作的话 那么刹车效果会差 而且刹车可能会出现跑偏 出现车辆失控 两只脚骑上阵 刹车油门一起踩 这样还能开车吗 就如呢今天请到了几位 有经验的教练 让他们一起来试试 这种错误的驾驶方法 几位教练刚开始尝试 左脚刹车右脚油门的驾驶方式 感觉有些不适 但在练习熟悉一段时间后 基本都能顺畅驾驶了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 将在他们的行车道路上 设置突发情况 推倒路障 迫使他们紧急刹车 老司机们能从容应对吗 开启吧 刚感受怎么样觉得这样危险吗 如果是两只脚同时使用台的话 我觉得这样很危险 很容易出现事故 不能够几次刹住车 它车子还是会往前面滑行一下 那么距离 如果说我们是开那个手动挡的话 它是有一个离合器 我们同时踩下去的话 这样停车它会稳一点 自动的话 同时踩下去的车身 它可能会有点飘不稳 生活里习惯用双脚开车的驾驶员 还不在少数 而在2017年4月 温州就发生了一起 令人匪夷所思的交通事故 王姓女司机 一脚控制刹车 另一脚控制油门 还拉住了手刹 不知怎么地 车辆突然加速倒退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车尾就撞进了后面的院子 2016年 浙江金华吴大伯 开着一辆四轮老年代步车 撞上了人 当时他也是右脚踩油门 左脚踩刹车 结果车停下了以后 左脚先放掉了 右脚还在油门上 车一下子又冲了出去 为什么自动挡的车 非要把右脚和油门刹车 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 用一只脚来操作油门和刹车踏板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减速的时候 把油门抬起来 那为什么不可以采用 左脚刹车右脚油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容易造成 在把刹车和油门同时踩下去的时候 刹车效果差 同时呢 危险性高 可能会出现车辆刹车的一些跑偏 一些失控 另外呢 对我们车辆也会造成 极大的讯号 2018年6月14日 棘手一名女子在倒车时 一脚油门当刹车踩脱了 失控的车辆 顿时冲入了河里 2017年12月 美国一名司机 勿将油门当刹车 突然从洗衣店门口的停车场 飞速倒车 疯狂后退 冲进洗衣店内 2016年12月 山东济南街头 以黑色轿车倒车时 司机勿把油门当刹车 车辆突然高速窜向路边 压到两辆自家车上 三车跌起了罗汉 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有一些驾驶员 容易错把油门当刹车 这种主要是 它在操作上的错误 因为我们作为自动挡的车 操作倒车这项技术的时候 脚不是放在油门上的 而是要放在刹车上 这时候如果你脚放在油门上 由于你体位的和位置的变化 方位错误的感觉 容易造成你在需要刹车的时候 包括我们左右位置的变化 可能都会造成你操作的错误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有些人容易错把油门当刹车 是因为体位变化 位置的变化 以及方向的变化 而造成的一些操作错误 除了上述原因 新手司机容易紧张 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等 都可能导致错把油门当刹车 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 预防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 首先开车时 要穿一双安全合脚的平体鞋 高跟鞋 拖鞋 光脚 都可能导致危险 第二 只用右脚控制刹车和油门 不踩油门时 要把脚放在刹车上 对于脚小的女性 可以尝试正脚放在刹车位置上 以脚跟为支点 斜踩油门 第三 开车一定要专心 就分神玩手机 第四 倒车一定要小心 提前把脚放在刹车上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才能确保每次上路行驶 都安全平稳 开车太可怕了 妈妈 我们以后还来打车吧 夏令营的小伙伴们 又有新任务了 耶 第二回的主题是 垃圾分类 你们要在小区里 引导正确的垃圾分类方法 并且在一天结束之后 结合垃圾分类主题 要演一场有趣的科学演出 没问题 夏令营小分队 写中 诶 等等 请问您的垃圾分类了吗 分了 这些都是不可回收垃圾 我们帮您扔吧 谢谢 你这里面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重啊 家里的几个盘子不小心摔碎了 你不可以直接这样扔的 因为像我们的清洁工人 在清理这种尖锐物品的时候 很容易会划上手的 正好有旧报纸 我们可以用它来处理一下 这样丢掉就没关系了 下次一定注意 等等 先生 您扔错地方了 这怎么会扔错呢 大家都知道纸张是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垃圾中的纸张指的是图书 报纸 杂志之类的印刷品 每回收一吨大概会制造新纸850公斤 可利用率非常的高 而卫生纸遇水即溶 所以卫生纸属于不可回收垃圾 真是长知识了 谢谢啊 哥哥 你有垃圾要扔吗 我们可以帮你扔 正好啊 我这儿有一些废电池 交给我们吧 您先帮我扔掉吧 来 谢谢 这废电池到底是可回收垃圾 还是不可回收垃圾啊 应该是不可回收垃圾吧 安全期间我们还是先问一下小都吧 小都小都帮我们一下吧 回答你们的问题 回答你们的问题 严格来说 大家都很好地完成了垃圾分类任务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另一项考核 请你们以垃圾分类为主题 每组表演一个科学实验 我们先来 嗯 我想上 这是我们收集的垃圾 这个是铜线 这个是电池 我们要利用他们表演一个小实验 叫做飞舞的线圈 给你们看 铜线圈之所以会转动 是因为线圈在接上电池后有了电流 电流的磁场与电块磁场产生相互作用 从而使铜线圈发生转动 哇 下一个我来 诶 诶 我的实验是针对可回收垃圾 而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可回收垃圾 就是塑料瓶 所以我要用它跟气球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 魔力气球 你们看 血球 我懂得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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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嘴巴 肌扬 叫我们谈论 这个弟子 购物 这道理 为什么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级英雄们真酷啊 要是我们也可以做超级英雄就好了 哎 几位超级英雄都在啊 超级英雄啊 为了维护小区的安全与和平 今天要发布的任务 是请各位去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 这个重要的使命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出发 炮炮是否关闭电视 关 你在跟谁说话呀 是我家聪明的小都 走吧 出发 正经ения是和平使者 进来吧 让超级英雄保护你平安回家 来 救命啊 来 别跑了 救命啊 我们新来保护你的 这个小区的设施都维护得太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超级英雄 对啊 这个小区也太和谐了 连个厂家扮嘴的都没有 这样当超级英雄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我们还是走吧 那不行 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呢 超级英雄 可算找到你们了 需要帮忙吗 要 要 生意未成 合体学者 行动 就是这些 我一个人实在是太困难了 麻烦你们帮我帮下忙 没问题 帮在我们身上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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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前面 加油 这个放哪儿啊 这个我来 啊 这些都是杂物 就放到前面的空调阳台支架上就行啊 节省空间 空调支架 等等 我看一下 我看看 千万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 你们家的空调支架已经老化成这个样子了 堆放物品 会有脱落危险 不会什么倒霉吧 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 为了杜绝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安全隐患 也有必要给你好好的科普一下 你看 8月20日 大列某小区以空调外击之下 因承受不住台风恶劣天气 突然断开 在大福州摇摆 令人心惊打战 7月11日 受台风马利亚影响 福州风雨打坐 一小区从空调外击被吹落 同一天 在福州另一小区 22楼某厚的空调外击悬滑在半空 结有一枚生销的螺丝及铜管连接着 摇到一坠 最后是求助消防 紧急向空调外击拆除一路屋内 才避免了危险的发生 近日 频频发生的空调外击掉落事件 引发了大家对空调支架安全的关注 支架松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年久失修 更危险的是一些支架 还承担着副业 比如晾衣服 甚至有的住户把花盆等放在室外击上面 这样各是增加了危险性 今天的新闻大纠针 我们就用实验来了解一下 空调支架的潜在危险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空调支架的材质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小钢材料 使用切线为五到千年 另一种则是不锈钢支架 尽管是不锈钢材质 也有它的安全使用黏性 大约为十到十五年 这铁呢是号称比较坚硬的代表 但是如果是生锈的铁 大家觉得它还会足够坚硬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实验 看看这生锈和未生锈的空调支架 沉重的内测式 好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分别在墙上 安装了一个秀气斑斑的空调支架 和一个未生锈的空调支架 可以看到生锈的空调支架上面 布满了锈斑 材质变得有点薄弱 据了解 一般家用空调外支的重量 最大在五十五公斤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准备了十个铁饼 每个铁饼的重量余十五公斤 接下来我们的实验员 会不断的往支架上面放置铁饼 看看它们的承受能力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看看 没有生锈的空调支架究竟会如何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已经连续放了四块铁饼 放着支架纹丝不动 我们实验继续 我们将十块铁饼全部放上去 但支架依然到毫无损 那么我们再往已经秀气斑斑的空调支架闪放铁饼 刚刚放到第二块 支架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晃动 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天呐 将第五块铁饼完全放上去的一瞬间 支架就直接断了 家用空调正常使用的寿命多在八到十年 但实际上 多数家庭的空调十年后仍在用 而伴随空调外机使用的支架 长期暴露在室外 风吹雨淋 一旦生锈时间过长 即便设计寿命较长 实际使用期也会大大的缩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刚刚的出机情况 如果是发生在十楼二十楼 别说是路过的行人了 连汽车都可以砸扁 除了空调的材质以外 空调支架的螺丝也不容忽视 在安装空调时 一般会用到两种螺丝 第一个是普通螺丝 第二个呢 则是膨胀螺丝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抗压能力检测 当螺丝生锈了 它还会紧紧的扣在墙里吗 现在我们将一个生锈的膨胀螺丝 和一个未生锈的膨胀螺丝 分别钉在同一水平线的墙上 我们将在两个螺丝上 分别绑上材质相同 长度相同的麻绳 并将两个麻绳的另一头 同时绑在汽车尾部 然后汽车慢慢往前拉 究竟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 声音用力 声锈的膨胀螺丝就被完全拉斩出 声音用力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借助了 空调支架适用期限达到五年 请一定要检修或者更换 禁止使用生锈严重的空调支架和螺丝 这次超级英雄训练 你们表现的都很不错 胖坤即时发现空调支架存在的安全隐患 本次训练最终由胖坤获得英雄勋章 是保护还是伤害 您家的婴儿床真的安全吗 如果选购到不合格的婴儿床 那是有安全隐患的 加考科莫二过不了 仅因儿时打过屁股针 你外八严重 又不会翘二郎腿 不会是臀肌蓝缩症吧 臀肌蓝缩症 还有自制的纸凳子 究竟能占多少人 新闻大求真明天继续 你外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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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人的那个偷骨 完了完了 今晚七点半 收听湖南卫视 跟我一起去洪多拉斯 探寻玛雅文明 看我在思路上的青春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